大家好,我是奥阳,今天看到啥 给大家说一个史上最执着的杀手 花了12年用勺子把对方敲死的故事 勺子杀人狂,现在奉杀 故事开始,三胖吃饱的在楼下散步 忽然背后出现一个身穿黑衣的骑男子 满脸苍白手拿铁勺,疯狂敲打三胖的身体 这是要开饭了吗? 这个神经病,以为拿个勺子就能敲死一个胖子吗? 当然不可能 但这家伙神出鬼没,在人家睡觉的时候敲 逛街的时候敲,三胖实在受不了,害怕又无奈 于是报警说,这有个变态老是用勺子敲自己老疼了 而此时,勺子杀手居然开始慢悠悠的用勺子割断了电话线 这脑回路太清奇了吧 然后新一轮敲打开始了 在车库里敲,在图书馆里敲,在刮胡子的时候敲 反正一直敲敲敲,敲到三胖都有神经短路了 看到媳妇用勺子,甚至感觉浑身发疼 就连医生,看到三胖的一身欲青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用勺子敲打,三胖受不了了,终于开始反击了 本以为要大战三百回合,没想到三胖只是简单的偷拍了一张照片 想要告人家,但诡异的是拍出的照片上,什么都没有 三胖确定靠自己了,他用刀子扎,他用手枪打 但很遗憾,一点伤害也造不出来 这个诡异的男人让三胖感到恐惧 这一天,三胖无意间看到,杀人狂手上有一个奇怪的符号 去神婆那里打听一下之后,他更绝望了 原来这是一种吉诺萨吉的诅咒,永远不会停止 直到三胖被勺子拍死 三胖崩溃了,他到处逃算,从沙漠到雪山,从水底到陆地 从白天到黑夜,无论走到哪,都要被撬到哪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不是你爱我,我也爱你 而是你走到哪,我就在哪,随时随地的撬打你 三胖内心不必绝望,每天都要承受至少两万次勺子的打击 难过了他想自杀了,但是自杀也不行 杀人狂不允许,你可以死,但只能被我敲死 漫水千杀总是请,大哥你放过我行不行 显然不可能,三胖人无可忍 他拿起了电锯,想来一个电锯惊魂,结果脑残导致了身散 反而把自己给割伤了 只能躺在船上,无奈地承受着勺子,无情地击打 三胖决定发威了,虽然不是第一次 三胖收集了各种武器,拖着虚弱的身体,开始了各种反击 机关枪所射,坦克轰炸 在一片浓浓的黑眼里,杀人狂迈着傲娇的步伐 黯然无恙地朝三胖又一次走来了,手里拿着铁勺 失败是成功之母,三胖不能放弃,不然就得嗝屁 历时12年,遍布五大周四大洋 三胖凭着惊人的毅力,终于熬到了 勺子断了 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但不可能 下一秒,三胖悲哀地发现,杀人狂的怀里 竟然有无数把备用的金属勺子 三胖终于放弃了,好吧,你赢了 随着最后一次击打,三胖终于清净了 没错,他终于被勺子敲死了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看到这个电影我这样说 如果你遇到这个事,你说怎么办,能怎么办,等死呗 好了,我是老杨,我们下期再见